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舰艇 它以庞大的体积和独特的功能 被称为美国的移动军火库 它就是美军的远征移动基地舰 这艘军舰全长约240米 宽约50米 晚载排水量高达9万吨 是仅次于美军现役核动力航母的常规舰艇 它的最高航速为15节 最大航程超过了1.7万公里 是美军在海洋上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它的飞行甲板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仅次于美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 甲板上可以容纳美国的各种军用直升机 从较小的AH-1到较大的MV-22语音 以及运载能力强大的CH-47之奴干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容纳美国的各种轻型无人机 包括发射、操作和回收的全部过程 它还可以搭载垂直起降的钥匙战斗机 包括它们的燃料、备件和弹药 这些战斗机可用于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和侦察 远征移动基地舰的本质 是一座漂浮的后勤基地 它与传统用于战斗或补给的战舰不同 它更类似于航空母舰或者两栖攻击舰 专注于后勤补给和多功能性 如果一艘航空母舰是海上的空军基地 而两栖攻击舰就像是海上的港口 那么远征移动基地舰就可以被认为是海上的飞行甲板车库 而这艘船确实也是这样诞生的 美军最初采用了一艘现成的阿拉斯加级邮轮 去除了中间的部分 建造了一个停车库 并添加了一个飞行甲板 就创造了现在的远征移动基地舰 在飞行甲板的下方 宽敞的区域可容纳各种任务设备 以及气垫船和各种无人驾驶的小艇 它还提供了充足的存储空间 用于储存物资和武器弹药 这些船配备有模块化的指挥和控制能力 使它们在态势感知和传递信息方面保持优势 然而这些船最关键的角色 是它们作为后勤补给的功能 这对于美国在广阔的海洋中进行持续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 远征移动基地舰估计能储存超过4100万升的燃料 它可以分配给岸上的部队 也可以对飞机、军舰和其他海上平台进行加油 而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只能携带大约100万升的燃料 其他大型甲板的船也只能携带200万升燃料 作为一艘由阿拉斯加级邮轮改装而成的军用舰船 远征移动基地舰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低廉的成本 例如一艘两栖船物运输舰的成本约为20亿美元 而远征移动基地舰的成本则只有它的四分之一